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将要参加7月份的重要的和平会议 首先的话 我们特别做了200件的 2.6公斤一件一件的世界和平农奖 要送给全世界目前200个国家的重要总统领袖人物 我们要把东方文化对农的尊重 让西方也比了解 习近平见了川普 在故宫 和川普说我们是农的传人 但是就针对这个主题 以我来讲我在美国三十四年了 我想说地球是一家地球村 所以希望推广世界都是农与传人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世界和平农奖这个雕塑 特别做了200件 将要给联合国里面的 差不多200个国家的总统都拥有它 代表天下一家地球环保地球村 各方面的合作方案 同样在将来希望每年发行一万个 给全世界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人 然后我们将来这个里面有一部分的基金 会帮助联合国十七个主题的单位 都赞助他们鼓励他们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目前的心愿 在我们从小都认为诺贝尔是个不错的事情 但是我最近就感觉在今天报上 就感觉有点负面的 所以我们世界和平农奖 目标一定要做得比它更好 也更有意义 而且是更伟大在进行中 一切都在进行中 需要大家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